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Hera對戰MBL的CC0 那Hera這邊選擇的是馬來人 那馬來人這個種族比較特別一點 他的文明升級時代速度提升66% 所以搶帝王城堡的時候都相當好用 那再來就是他的 漁王的費用會減少3% 比停用3倍的時候 有海圖的時候打馬來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這張是阿拉普沒有海 所以這個能力就沒什麼用了 再來是相夫在城堡時代便宜會30% 那帝王時代便宜4% 就代表說大象會變成這遊戲最便宜的大象 然後可以超級高速量產 好 那來看一下他的大象能力如何 那大象的話沒有血統 然後可以升級到精銳 然後有跑速 但是他沒有二級防也沒有三級防 這個馬卡只有一級的馬卡 還有三級攻 所以就是有種 算是說 撐大量 淹過去的大象的感覺 好 那來看一下 那MBL這邊的文明是西西里 西西里一開始石標會加100 然後他城堡看城堂中心 劍道速度 會是提升100% 就是兩倍的劍道速度 那他的陸地居士單位 會受到的額外傷害降低50% 例如你的騎兵 被抽抽插爾 可能會降50%傷害 是只有單止額外傷害的部分 那基本的傷害是維持不變的 好 那再來是 農田升級提供100%的額外食物 那這一條能力 我有問天空熟說 這個能力是 農田直接變成兩倍的意思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每一個時代會在額外加 1的食物採集 採集量 就是 最大上限採集會多加1 像這個相當是10嘛 那如果每升級一次田 最愛就加1 然後第二級前是耕種技術 也會再加1 所以到帝王的話 總是會到加4喔 所以 他的這個能力 其實採食物來說 是非常強的一個文明 這邊肉馬賺了進來 MBL 要怎麼對黑拉這邊 這個箱圍起來 好像沒辦法 OK 兩邊都是打一個肉馬的開局 好 那這邊 騎機利好 比較特別的能力是 鎖隻甲這個能力 騎士近戰護甲 加1 遠程之甲2 其實是蠻硬的一個 能力 然後再搭配他的 陸地軍是 而受到的外減50%的話 其他是可以強殺 強強拼是沒有問題 只是還是會有點傷 但是 損傷程度可能沒有其他文明這麼嚴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邊要怎麼打 兩邊都選著為死 金礦的部分都還不錯 小金有一塊金在裡面 大金也在裡面 石頭也在後面 黑拉這邊算是天土了吧 土很好欸 看一下這邊 MBL比較麻煩是金在外圍 在這個外側的部分 下面也有一個附近也是外落 石頭的話 在裡面 比較好一點 但 小金也在裡面 還可以 小金在裡面的話 就可以 再狗一點時間 然後去挖這個大金 那兩邊 應該都是一個肉馬追逐 小爪小鬧 然後上城堡 我們這邊快點一下 這邊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交戰變化 都在做偵查而已 這邊肉馬交換的感覺 喔! 黑拉這邊選擇了小宮 變身timing 打一個奴兵變身 好的但是 西西里這邊也已經 上了城堡實戰 約馬來的升級速度比較快 所以這邊 他有一個升級變身的timing可以打 但是好像打不到什麼東西 MBL的防守做得相當好 密不透風的 就算打進去了 這裡還有10強等他 好的這邊 黑拉已經看到了 情況不妙 看起來前期城堡時代 沒辦法打到太多東西 選擇了開了3TC 那MBL這邊 也是開3TC 這邊兩邊都是3TC開局 城堡時代 這邊小打小鬧 殺了兩個村民 還不錯 小戰小戰 黑拉目前你先上個村民 那這邊MBL等付了戰毛 要來應付這邊的奴兵 那裡面有一些騎兵在那邊逛街 看一下 後續的轉兵會怎麼轉 OK 那這邊 這邊鎖大金 就是剛剛一開始說的 金在外面就會很難受 會有點難挖 但沒有關係 靠這一塊小金 可以撐一段時間 撐到帝王應該是有機會的 但最終還是要在這邊插個寶 守一下金會比較好 這邊MBL 直接選了步出兵 直接跳帝王 那個龍的速度超快的 就剛剛我們說的 每升的時代升級跟田技術 都會加1 食物採集 看看現在到多少 現在13 所以到帝王是加14 非常的快 那這邊 魷魚 MBL這邊 有互換嗎 沒有 可惜了 那MBL 約會選擇要上帝王時代 所以沒有出太多兵 那現在只出一些投手做防守而已 那這邊前面的建築都被投光了 要準備上一個帝王馬爆了 我們二級馬卡也準備好了 那馬就 已經下了第三個 好 那 品種也下了 血量也增加 那這個TC會不會掉呢 4台投手車 砸得非常的快 但是重裝騎兵也準備好了 那黑拿這邊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靠 這個馬來的升級速度真的很快 哇你看這個 跳得很快 這個升級速度提升66% 真的是 有感 這邊奴兵進來稍微做一個騷 哇這裡沒看到BK 我趕快跑 哇還在殺村民 哇這邊還沒有彈道水還沒好 這正在研發中 水黑亞這邊奴兵射得有點太短 在MBL這邊 火了一些村民走 這邊少量在萌 應該是 也打不穩 這邊還是要等一下 帝王時代重裝 騎兵好的時候 再出來 比較好 但是因為這邊 燒起來的關係 馬被迫出來 所以也直接損失掉一隻馬 OK這邊一個復幻嗎 喔沒有 是一個MBL的一個 大安情投 唉唷這個預判好危險 差一點就被擊落了 那這邊 黑亞看到情勢不妙 看對看到MBL人已經轉成 重裝 騎士了 怎麼樣趕快要做一個後撤 不然這個奴兵就要匆匆白給掉 這邊轉出了強奴 那馬來打強奴也是蠻強的喔 因為他可以升級三級 攻三級一房都有 而且他有母子的房 什麼都有 單上選化學什麼都有 所以這個射起來是蠻痛的 但是現在這邊強奴 數量有點少 直接被騎兵 加戰矛換光了 非常可惜 這邊正面可能會被射光光 但是家裡還有一隊25隻 看我們在這邊 黑亞在開始衝突了 她這個空外面的小金 先把外面的金賣一挖 比較安全一點 避免後期沒有機會可以挖金 那這邊 騎兵的數量有點少 還是只有十幾隻 那這邊MBL的村民數差距 快來到了三十隻喔 這棋村民差蠻多的 那沒有關係 西西這邊農蠻快的 那這邊騎兵 好像 喔唷哇靠這給我什麼打自己的 這個 這個強奴突然 會投死車 白頭了一下 這個騎兵衝的是不是有點狂啊 哇這個西西里的防禦好硬啊 遠防有疤耶 哇賽 那這個西西里其實也算是 騎馬版的馬力劍勇概念囉 要射 要射幾下 七十下躺一死 那為什麼感覺很痛啊 為什麼感覺被城堡射還是很痛的感覺 好像這是多重箭矢的關係 好 城堡的攻擊板 就比較高 是15公斤 不是10公斤而已 那這邊MBL 在裡面做一些騷擾 補一些村民 但村民數依然沒有拉近喔 還是差了25村左右 差不多這個也是緊繃的一個狀態了 那這邊MBL 持續努力在做騷擾 那OK啦 一樣在持續努力在控地圖 城堡一直往外插 喔在這邊轉出了大量大象喔 那馬來這邊大象超便宜 看來是要來個大象推了 那對上騎士的話 大象有巨大的優勢 因為大象有践踏的效果 只有正前方而已 但是還是好用 這邊看一下這個傷害 玩一下這個血 哇 践踏一直在扣一直在扣 但是因為馬來的大象 並沒有二級馬凱跟三級馬凱 所以被凱也是蠻痛的 但交換下來好像沒有太虧 算是持平開的一個局勢喔 而且黃金數量也比對面西西里還便宜 那大象送幾隻也沒差的感覺 因為他的價格只有70肉跟40黃金而已 大約這個價格 還有個位數沒有講出來 黃金是多少 哈哈 OK 家裡還有一堆騎士在做騷擾 看來這邊是要打一個 大象爆加上奴兵推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組合就會很難打 因為正面你要用戳戳去打 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後面的奴兵又可以把戳戳打死 所以這邊可能是要用戳戳騎士 然後去包後面的奴兵 做一個打擊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MBL持續還是在出騎士喔 這邊選擇轉出了帳旅 打一個招翔戰術想法 那這邊MBL一樣在做一個騷擾 他騷擾也其實做得很好 所以已經拉到差距剩8隻而已 OK 這邊正面大象高地佔領 但是好像沒有佔很多高地 然後這個騎士直接往後衝 OK 那這個騎士不走位一下嗎 應該是在滿地的地方 應該在滿後面的家裡直接著火了 趕快按下一個寶 但正面部隊被MBL這邊吃光了 哇 太忙了 太忙了 下面這邊也在做騷擾 哇 一個三線開戰的概念喔 這家裡沒有太多兵 可以做防守大象機動性超不夠的 要解決這些騎士還是稍微有點麻煩 而且這邊弓兵射一下只會扣2滴阿 射了很久還射死一隻騎士阿 這個重裝騎士真的是硬到炸開阿 好 那這邊看一下 這個城堡應該結果村民術死光光了 村民術 欸 結果還沒反超 那村民術MBL還是稍微落後一點 大概落後八隻左右而已 那這邊大象的量好像有點多 黑拉的經濟還是很好 還有一千多塊喔 那大象讓黑拉省下了很多黃金 反倒是MBL這邊 黃金數量庫存非常嚴重不夠 已經見底啦 才國庫已經被清空了 那這樣的話 打到後期 現在黑拉算是一個經濟交換的想法 我就出拚了大象跟你換騎士 等到你後面沒錢地圖我碰完 你勢必要拿出一些垃圾兵跟我交換 這個想法其實相當的高端我覺得 因為其實一般玩家並不會想到自己 那這邊 又要來一個鍋衝鋒了嗎 騎士衝鋒 帶來衝下這個TC 哇 這個村民術會不會反超呢 但是這邊MBL 村民沒有繼續出喔 停村了 他覺得120村就夠用了 剩下的人口就當作沒看見 就空著 然後這邊有點卡房喔 170人口就卡房了 那這邊大象回首 提起產爆開 拿一個大象到處燒 哇這個騎士怎麼 又溜了一直進來又在土村啊 突然覺得這種高所對決 是不是一直按村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感覺一直按村民 經濟真的會很好 就是有種 反的人口轉而成經濟喔 就是不要讓你的 人口空在那邊 蠟不滿 人口越滿越好 等到這個村民太多 經濟太好的時候 再來第一村都還來得及 那黑仔就是算是一種打法 村民樹一直按 沒有在停 OK 那這邊 奴賓射的完嗎 這個城堡應該是不會掉了喔 這個大象直接黏過去 欸這個 居然沒有殺掉 那這個投石車 還在投這個城堡 OK 那這邊 西嶺一直想打一個酷火進去 喔確實也打進去了 這邊裝進去 哇 那黑仔家裡又要再找火一次了 但是 好像很困難 好但是這邊 選擇 黑仔選擇了印刷技術 稍微講一下印刷技術的能力喔 印刷技術的話 能力是真理的科技 那他的話 是招翔加三射程 但是要來針對 黑仔這個馬衝的對策 那個馬一直衝TC 衝資源點 其實黑仔也是蠻難守 大象機動器也不夠 可能打算放些真理在家裡守就可以了 這也算是比較高度的操作 一般玩家 可能在家裡 裝操作者裡 就外面就 沒辦法應對了 相當困難 哇這邊太多人來挖金了吧 但是 由於這邊全部都在騷擾的關係 家裡 家裡有點爆炸 但是村民術 還是遙遙領先 因為黑仔的村民從來沒有斷過 但是黃金也超多快見底了喔 剩下100斤而已 究竟那個馬來超平穎大象 能不能撐起這片戰場呢 但是 唉唷 西西這邊好像要打贏 但是後面又來了更多的大象 你看 這邊MBL看到 情勢不得趕快後拉一波 不然這個 可能要全部擺給掉了 大象的量真的很多 好扯 但是家裡一樣持續在著火 農品也被騷擾到有點 不太行了 已經沒有食物了 52片田 但是食物卻只有個位數 這邊有城堡防守 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沒有躲孔喔 那個騎士在下面射不到啊 躲孔沒有升級 騎士會在城堡下面開無雙啊 喔 4下死一隻 喔沒有 喔對4下 剛剛是高地打滴滴 所以我要上海 直接3下死 哇 這邊 黑亞會很難打嗎 但是為什麼黑亞的分數還是領先呢 看起來黑亞是劣勢的狀況 但是卻好像又沒有 好那這邊 西西里決定要轉出了步兵了嗎 看到這麼多大象 還是覺得轉一些 級兵出來插這些大象比較好一點嗎 不然黃金快要後進了 一直用騎士跟黑亞打也是不太好 因為黃金這邊其實是 黑亞這邊挖的比較多喔 外面的野金 挖的部分是 較多一點的 外面這邊騎士打就做騷擾 下面這邊 大象壓得進來 還是要撞TC了 然後這邊 喔這個大象直接走進去做騷擾 直接無視TC跟劍寶 跟城堡的射擊喔 哇那這邊 MBL直接一個 10A城堡 應該是有點操作 15完蛋 直接 家裡白給 家裡也在著火 哇村民樹掉得很快 剩110隻村民 差距25隻村 但是還是在被追殺中 村民樹又落後了 大概33隻村民 哇這大象殺村民速度很快喔 到處在捅啊 哇這邊 MBL也太慘了吧 是沒有黃金可以按下重裝長槍兵啊 這邊只有一般的長槍兵可以去做一個反擊 哇這樣太傷了 哇這邊做買賣對MBL經濟也是大傷 前面也不會做買賣了 應該是等黃金跳起來 然後再去按重裝長槍兵了 錢還是不夠 錢快快再來一點 再來一點就夠 現在換15不夠 哇 那神經一直無法點下去喔 大象第二波又來了 但是重裝依舊還是沒按下去 MBL是不是要打GG了呢 又來一大坨大象 哇塞 18隻 還有加肉嘛 重裝長槍兵 但是這邊肉明顯不足喔 肉太少了 完蛋 到處在著火 這個大象根本沒有在管TC跟城堡的存在 劍使隨你射 哇這個正面變重裝長槍兵啊 當然是數量很少喔 13隻而已 但是這邊不想要擺給長槍兵直接拉走 因為看到後面弩兵已經A了上來 放在這邊 K拉的陣型相當穩 後面有弩兵射長槍兵 然後前面有大象還有輕騎兵 那這個騎兵卡巴拉到後面做個防守 有想要落到後面去打這個奴兵 但是黑拉也已經準備好了把刀向往後拉 然後這邊真侶過來做個招翔 但是只招到幾隻 然後在這邊看起來是黑拉的大獲全勝 MBL這邊 全 軍事部隊全面是不是要打出GG了 家裡也沒什麼兵 持物也見敵了 黃金還斷金 五秒 這個馬來大象太便宜了 哇 MBL真的打出了GG 這個人口差距差距50吋 真的是用馬來的便宜的經濟淹死對手 連三級攻都還沒有上好 就可以打出這樣子的成績 哇 馬來真的也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 好來看一下這兩邊的 數據 追大軍隊的話是黑拉也比較多 但是MBL這邊就有點尷尬 你看這個細節就沒處理好 這個最大軍隊45 這代表說你的人口一直是空在那邊的 你的村民也沒繼續補到最馬 村民輸軍隊也輸 所以就會造成後面經濟真的完全跟不上 只有時候多挖贏五個 明明4CC裡應該是食物會比馬來多很多才對 但這邊可能出現一點村民的生產失誤 那這邊黃金也產出最多 五個就是被黑拉拿走 那打後期那看來是黑拉穩贏了 OK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喜歡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